这三位男士您都很熟悉 他们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三个人 谁说呢 美国富比式杂志 这张杂志从六年前就开始发布 每年一次的全球最有权势人物的排行榜 所根据的是他们所掌控的财经资源 他们所运用的组织力量 还有他们可能会影响到的人类数目多寡 换言之 比较谁掌握最大的硬实力 今年继续公布有72个人 刚好代表72亿地球人口当中 每一亿人才能产生一位 其中所产生的72亿当中 有17位是国家元首 也有39位是来自于企业界的领袖 来自亚太地区的多少人呢 有19位 有没有台湾的 有一位 而且他今年是继续上榜 这是鸿海企业集团的总裁郭台铭 郭台铭已经如今是一位 世界级的企业领袖了 当然不仅台湾人对他尊敬好奇 外国媒体也对他非常地有兴趣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郭台铭总裁 他在国际媒体眼光中 是如何记录他 他们的眼光中是如何来看待 这位一中选一的企业家 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普丁 欧巴马 习近平名列前三 大国政治领袖上榜不意外 但富比是最新最具影响力人物榜 这份一中选一的72人名单 2300万人口的台湾 本来不会有人确评中选 竟然出现这么一位企业家 搭专属黑头车上班 神情一派轻松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40年打拼出一片江山 破例让NHK贴身采访 他的工作与生活 大家这才知道 郭台铭的工作日志这样过 和员工分享影片 或是拿书分享读书心得 郭台铭开会总是花招百出 谭城一开始没想过 自己的企业能变得这么大 他的分秒不松懈 从餐桌上也能得到印证 第二就是太阳能供电 第三就是照明的LED 电还有消防 边吃饭还得边开会 员工早就习以为常 我们今天是没有隐私的全部公开的 你们都是天龙 我们是第五 我们来个天龙第五配 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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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海曾打算入主日本夏浦 声明大噪 日本人用黑衣形容这位代工之父 他就像舞台上搬动道具的黑衣人 虽说不是主角 却不能没有他的存在 这里就是把所有单位都集中的 好 对 对 OK 他是能够我们的 我博了能力的 真的吗 OK 欢迎来到这一家伙伴 我们在日本工作 OK 对 对 对 万药鞠躬说日文 甚至难得听到他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英文 我保证 我保证 我完全支持你的工作 OK 很严重 镜头下的郭台铭 不止入境随俗 且亲切感十足 虽说多次到日本 但真正让日本人见识到 这位台湾企业家的不同 是在两年多前 Sajima 你已经决定了 你决定了 你决定吗 决定吗 没有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原本计划投资夏浦 因此NHA特别制作 一小时专题节目 仔细介绍郭台铭的 鸿海集团 包括他的组装技术 生产线 还有这座位于深圳的 全世界最大代工厂 郭台铭成为日本人 最熟悉的 台湾企业家 然而郭台铭自己 也对日本情有独钟 我很喜欢这两个字 他这本书叫 做任何事情 策略清楚以后 就要有决断 所以我讲过 我很喜欢这本书 丰田当初 这是第二代创业家 现在第三代创业家 他已经有没有这个决断 但外界眼中的这名铁汉 其实也有柔情的一面 参加APEC期间 也把全家大小都带在身边 那就球场啊 有没有 爸爸等一下就下来陪你们 陪下游泳 那你们不能照我游泳 一有空就陪家人的郭台铭 和多数企业家的不同 是他从不另于公开辞生活 一天工作16小时 没工作的郭台铭 乐当称职的好夫妻 谢谢 谢谢 接球 你跑 接球 这个 和小孩相处的时候 脸上少了工作时的霸气 反倒多了分 和颜悦色 一人独处的时间 郭台铭选择 临修静坐度过 如今已是企业大老板 人不忘回头看 64岁的郭台铭 在副笔事编辑眼中 是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业家 从代工做起慢慢转型 接着逐渐展露头角 走出台湾踏上世界舞台 在外面眼中 张郭台铭 还不一样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视点 我们下个星期和您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